好 来看到呢 大陆渔船越界翻覆酿成了两死的世界 那么两名生还的渔民 他们返回大陆之后 也接受了访问 同时指控海巡撞翻了船只 导致现在两岸关系的紧张 好 陆船翻覆 那么消失的五分钟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经过了一个礼拜 海巡署在昨天对外来还原整个事发的经过 好 你可以看到 这是在2月14号 海巡艇查骑大陆快艇示意图 下午的1点05分 那么海巡艇CP1051艇 在这个北方0.7海里 禁止水域内的1.1海里处 发生了一艘陆籍快艇越界 移到作业 因此呢 立刻是以声光示意停船受检 到了三分钟之后 也就1点08分 陆船蛇行巨检 并且在我方的这个船部站附近 迂回那么到了2分钟 也就是在1点10分 因为蛇行规避查骑 大角度的向右急转发生了翻覆 在这个部分呢 海巡艇的CP1051艇 立刻的即刻实施救援 好 在这个上面也可以看到 包含了有这个禁止水域 还有限制水域 那表示说当时陆籍的快艇 是为了躲避追气 所以高速台移甩尾 导致呢 这个船尾的部分 撞到我方的许多艇反弹 失去平衡才翻覆 那么也希望呢 回归到执法的个案 不要冲高的冲突 好 甩尾碰触 急右转撞上翻覆 第15分钟 但现在呢 两名死亡陆籍船员的家属 也接受了专访 表示在这个大陆的船只的部分 船艇是被海巡艇给撞翻的 并且痛批海巡署谎言不断 因此现在这些家属 他们是拒绝火化遗体 要求道歉 要求赔偿 那么海巡署官员也承认 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有追逐 所以船身有多次的接触 也表示有共事就会来赔偿 但是呢 对执法未录影致歉 也强调过程合法 希望呢 能够搁置政治人道优先 您看到金门海巡队的副队长 陈建文表示 在这个部分 全队的密录器9台 但是呢 只有供35顿巡防艇轮流领用 现有的CP艇 为装设全船监视系统 也为配备密录器 那么只有在这个曝光了 长期前的30秒录音 翻船之后的通联无关案情吗 这个当中的5分钟 大家都想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想要呢 有这个影像 能够让大家能够看个清楚 那么现在你可以看到 罹难的渔民家属就怒轰 根本在扯谎 表示海巡署在这个部分 公布的讯息前后不一 没有讲实话 那么一开始公布了讯息 说这个船只的部分 是没有接触的 后来又说发生了有碰撞的状况 现在又说多次的碰撞 这样的一个前后说法 让家属无法相信 也感觉台湾海巡只想给钱 携事宁人 让他们赶快走人 一要讲真相 就说要走流程 地检部门在做了 这个讲了多次 回到原点 他们想要看渔船 海巡说工作人员不能去 只有家属能 而且还不能够来拍照 同时海巡跟家属 开说明会 只有带了一张图 简单来讲一讲 包含了相关的录音啦 还有影像都没有 只公布最后救援的录像 证据也明显不完整 感觉是偷工减料 要掩盖真相 谎言不断 还有就是觉得没有诚意 那么现在发生了 翻覆的意外 两个溺斃 现在海巡说 在这一类的小艇 是没有配备 密录器的 也没有录影 所以引发了争议 国民党立委陈云珍就说了 密录器事实上 在多年前都已经够足了 但是因为民进党抗中保台 所以涉及了在这个部分 只要是中国制造的 都不能够使用 好 所以现在 在昨天海巡署 终于隔了一个礼拜之后 召开了记者会来说明 那么行政院长陈建 也背书说 没有隐匿 希望大家不要以得穿 但是国民党曝光 一名吹哨者提供的 事发经过时序 现在立委徐晓司 指引说 两个版本截然不同 那么两个时序 差了35分 35分钟这么多 外界也直接没有密录器 是不是隐匿 海委会的主委 管毕林 脸书上发文 以下说是要动用 第二预备金补足 以下又说密录器没有缺 现在呢 立委陈云珍也透露了 是因为中央有下令 是因为慈安的问题 只要是中国制造的 密录器就不使用 标签宁就不发一语 大陆官员再次来到金门 台路双方在金门物章饭店 闭门鞋双 为的救世 厘清大陆渔船翻覆 酿良死的真相 情人院长陈建仁 再三向外保证 一切公开透明 但摊开时间顺序 确实疑点重重 因为海巡署说法 跟吹售者版本 明显都不拢 时间非常的赶 来不及做密录器 都来不及 可实际上面 海巡署第一时间的报告 写的是 1点05分的时候 请他受解 一直到了1点15分的时候 才翻覆 对照海巡署记者会 当天下午1点10分 陆船就翻覆 其中一人找不到 一人无意识 但一直到2点40分左右 才找到人送医急救 而吹售者却表示 碰撞时间是在1点45分 而且第一时间的报告里 就写了是 蛇形巨检之后 我方碰撞导致陆船翻覆 非常的清楚 海巡署很多的说法 非常的繁复 一改再改 一错再错 船艇凑巧没有 录影监视器 海巡人员也却凑巧 没有带密录器 加上这次事发过程 全程没有画面记录 海巡署解释 有带手持V8 但重心不稳 没录到 而密录器问题 管壁林也在脸书 连篇发文 但一下说欠缺密录器 要动用第二预备金 才过10小时 却又说 没有密录器的问题 已经补足 强调真相不可能隐匿 有碰撞跟没有影片 是两件事 面对大陆 余权反复中央说法 一变再变也 悄悄让两岸关系 往不信任的方向 恶性循环 这陈信郭欣阳 台北采访报导 好看到在这起呢 大陆快艇越界捕鱼 结果遭到台湾的海巡人驱离 不慎导致船只反复 两名的渔民死亡 现在进一步还引发了 两岸的关系紧张 但是在台湾的政府呢 现在还是宣称 没有隐匿的问题 没有隐匿船只碰撞的事实 前立法委员郭正让批评 行政院长陈建仁 海委会主委管碧林 根本都在瞎掰 根本都是隐瞒真相 明明就不懂法律 还胡说八道 政府这样做法实在非常低级 2月14号这个事情发生 那2月16号 海巡署才把相关的资料 交给司法单位 隔了两天 请问你这两天在干什么 我非常合理怀疑 你是不是在灭政 你去想一想 海巡单位出船 你是要执法是要抓人的 这个很容易引起纠纷 你如果没有录影的设备 你怎么可以出任务 你这个船 没有准备好录影装置 就出任务 你海巡署是不是先罚一下 你先罚一下 他为什么不敢罚 因为他一罚里面的执法人员 就出来讲说我们有待 那不就破了吗 如果要迅速逃逸 有必要蛇行吗 一定是后面有一个人 用扩音器在那边讲说 停船我们要登检 你再跑我们就要开枪 我很难想象没有讲这句话 所以他在躲躲你 所以他就蛇行 那后来就多次碰撞 如果是多次碰撞才翻船 你就有一定的犯意 所以后来交给检方 完全没有录影嘛 因为录影会录下声音啊 2月19号泉州家人就过来了 我们海巡署要什么你知道吗 要立即火化遗体 急什么呢 两个受害人家属都反对 要求做遗体解剖化验 证明死因 你怎么知道没有撞伤啊 那你为什么不敢解剖啊 你急着火化干嘛 陈建仁你也不要瞎掰 你不懂法律就shut up 你这种院长真是低级啊 水准真低啊 你说我们绝对没有隐匿 什么叫隐匿 隐匿就是没有公开说明嘛 跟保险公司讲 要第三责任险 这个叫公开说明啊 保险公司有 手密的义务 他不能讲啊 结果你管碧琳跟陈建仁 把这个当做 我们没有隐匿 拜托你这个政府 不要那么低级好不好 太阳星全校客废 有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